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就是8月3號,星期二 上個影片被上載了 到現在差不多有整個星期 都沒有上載任何東西 這陣子真的很忙 上次去完倫敦 星期一、二都是倫敦 星期二晚晚回到萬城 星期三就開始有事做 星期四我是禮牌送貨 星期三有個網友在香港來 去了跟進一些東西 所以星期三沒有空 星期四就是禮行的 禮行公司要送貨 現在我送貨都頗忙 除了星期四送貨之外 星期五都久不久都要出動 星期六又送貨 星期日都送了半天 為什麼這麼忙呢? 因為那些濕紙巾的生意是挺好的 因為疫情關係 所以很多人都會用濕紙巾 等於香港2003年的時候 沙士之後那些濕紙巾 好像雨後春筍一樣 很多人用的 同一個道理 所以星期日都忙 昨天星期一沒有工作 但昨天星期一很天 我去了踩單車 踩了一個比較長的路程 今天又要送貨 另外拿了一輛車換了四條輪 另外做了四條輪 那四條輪 我也不知道中文叫什麼 讓車不要 那輪子就聚在一邊 今天就逼了去做 所以今天也是忙的 不要說太多了 先跟大家聊聊 在網上有些留言 前面問我 在倫敦去Portobello Portobello 旁邊就是Notting Hill 即是那個什麼 中文那套戲 Hill Grand 曉治格蘭和朱利亞羅拔斯 那套戲 是那個區 那個區挺高尚挺漂亮的 無可否認 我那天去比較上 沒那麼多人 在疫情之前 逢星期六日 那個market開的時候 就很多人去朝聖打卡 是一個挺好的旅遊景點 我那天就去了那兩個地方逛逛 最主要就是去一個購物中心 叫做Westfield 那個購物中心 就是在這個 Shepard's Bush Shepard's Bush 就是近著倫敦市 中心外圍一點點 一個挺好的地方 很大的一個購物中心 很多人都去那裡買東西 名牌也很多 挺好走 其實我錄了兩個視頻 一個就是Westfield的視頻 就是購物中心的視頻 一個就是在 溫沙堡的視頻 但不知道為什麼呢 不知道為什麼呢 在電話上 不知道怎樣刪除了 沒有兩個視頻 所以沒有上載給大家看 真是不好意思 剛才說回答網友一些問題 有個網友問我 現在曼城工作情形如何 現在曼城已經全面開放 生意慢慢回復正常 這樣看你做些什麼工作 我有認識一個朋友 就是上年多的一個女士 都整個五十多歲 最近都成功地 申請了亞馬遜 亞馬遜 那個分銷 分銷 分銷倉庫 那裡做一個Packer 就是裝箱 包裝 每天都做八個小時 挺好的工資 好像九磅幾一個小時 一天就九八七十二 七十幾磅一天 每個星期都圍到三四八磅 都OK的 他都找到 OK的 如果你說找回唐人工 唐人工都有的 都開始忙了 送貨都開始 有人請人 你說 好需求也不是 沒有也不是 但是 你看到的跡象 就回復正常 我自己方面 我公司也請人 請熟 請一天 一天 如果有朋友有興趣的 可以留言給我 可以留言給我 留言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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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可以聯絡你 另外 我都在倫敦 想找一個分銷箱 在倫敦找一個分銷箱 我都是很有興趣的 大家如果有興趣 就可以跟我聯絡 這就是英國的就業情況 另外 有朋友問我 現在英國的疫情如何 我首先 解釋一下 現在英國 今天確診的數字 是21,000多 從早前的最高峰 5萬多 一路跌到現在 21,000多 政府的專家 都肯定了 肯定了 肯定了 開始那個轉勢 就是那個 疫情那個 那個 那個 叫做什麼 由高峰下來 那就是一個 好的兆頭 他們說 希望一路一路 減少 實行 這個 這個 叫做群體 群體免疫 那 而且 英國 現在都開始 說 打第三針 第三針 在九月打第三針 一個 叫做 加強 的 加禽劑 那 暫時 看現在的確診數字 英國的疫情 就開始 開始 暴出 暴出 困境 可以叫做 暴出困境 就是這樣 那 網友問我 老鬼 現在你在哪裡 我給大家看看 現在 就是一個 賭場 老鬼呢 喜歡和我老婆 吃完飯 八點 多 九點 我們就喜歡 吃完飯 出來逛逛 因為實在 真的在英國 我來講 因為我又不去酒吧 朋友 是有的 但是很多都是 以家庭為中心 尤其是現在疫情 所以現在很少聚 唯有和老婆出來逛逛 散心 不用每天困在家裡 那麼悶 剛才大家看到 剛才那個 Casino 醫生多過病人 很少人來 因為 本身就是因為 疫情關係 很多人都不太想外出 而且現在 上網賭博都很盛行 在網上買 所以不一定來 這個Casino玩 是我們這些老鬼 喜歡出來 出來逛逛 沒事做 就走出來逛逛 就是這樣 這個Casino 就要入會 入了會 證明了你的地址 和你的身份 才讓你入會 才來到 因為他最主要的 那個Idea 就是防止你洗黑錢 就是拿錢來過冷河 最主要的 這裏賭錢 是封劍尤人的 我老婆和老貴 都是玩一些 一塊兩個半 等於港幣 一塊兩個半 的籌碼 玩十磅 起 二十磅 一萬 可能兩夫妻 不幸運 輸 都可能輸 三四十磅 四五十磅 如果你說 跟澳門比 沒得比 澳門好像說 最少一個籌碼 好像是多少錢 我忘記了 我根本在澳門 是賭過一次錢 這麼大個兒子 賭過一次錢 不知道輸了五百元 我老婆贏了一千多元 是賭過一次 是最近的事 我想是兩三年前的事 以前我從來都沒有去澳門賭過錢 聽說澳門賭錢的籌碼 是上落很大的 如果有網友知道 就告訴我 因為我真的很鄉下子 對澳門完全不懂 去過澳洲賭過 去過新加坡 去過馬來西亞 但澳門是賭過一次 因為我知道澳門 是上落很大的 OK 那 今天就update大家 那麼多先 那 如果有些 哎呀 我整天都忘記了 就是那個 叫做什麼 老鬼來英國那個 心路歷程 就是由第一天來英國 到現在打算離開 退休了 那個心境 還有去馬來西亞 那個 為什麼去馬來西亞 退休 這些事情 都未跟大家交代 都不是交代 大家行話家常 沒什麼特別的 多謝各位 今天講到這裡 拜拜